哈囉,我是阿滴 這次出國呢,我們來到了杜拜 現在我仍處在Dubai Marina Mall 是這邊數一數二新的購物中心 那上一次去紐約 我們也有實測了在紐約當地的珍珠奶茶 未再歲五分鐘,葫蘆 這次一樣,來到了杜拜 我們來看看在杜拜這種奢華之城的珍珠奶茶 有沒有它獨特的風味 在這邊我查了一下 也有很多台灣的珍珠奶茶品牌 像是茶泰、五十蘭、老虎糖 那它都分身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看到這一家Mall裡面 就有一兩個飲料店可能可以試試看 然後加上在這個海港區附近有很多的珍珠奶茶店 所以想說從這一邊 開始我們的珍珠奶茶之旅 今天呢,陪伴著我們的一樣是我們的Hook 好,但是我們這一次會有一個小小規則的調整 就是我們上次是點那個飲料店最熱賣的品項 但這一次呢,我們點上一個顧客點的品項 我覺得這樣拍才能夠喝到不同的飲料 不然的話都會是只有珍珠奶茶 冰塊甜度那些都一模一樣 就看看杜拜當地人都在這裡喝什麼 好,那我們馬上來去看看吧 好,但大家我要先講一個不好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本人喝到太甜的東西會不舒服 所以可能高機率都是阿滴來喝 我先講一下,不好意思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滴會單手打蛋的等級食特級廚師 身為一位專業的業餘美食愛好者 我平常最喜歡挑剔的東西 除了全糖的飲料之外就是 廚房污漬,浴室水垢,還有鑽很硬的業配 怎麼辦?難道我要一輩子跟這些污垢共處嗎? 不用難聽,交給SaraLive SaraLive 是Ceramic Living 的縮寫 意思是希望用陶瓷鍍膜來保護生活中最珍惜的事物 比如說房子 高看屋排斥髒污附著減少清潔時間與心力 並且透明無色不會影響家裡裝潢的質感跟美感 我這次選的區域有廚房的洗碗槽、中島、客廳、大面積窗戶 還有浴室裡容易有水垢的玻璃手把上 水溯時間幾個小時就結束了,仔細又有效率 而且Before After 的效果非常顯著 渡過膜的區域要是髒了用清水沖一沖就乾淨了 不用再耗費大量的時間洗刷 SaraLive 會根據每個人家庭所使用的建材以及家庭生活習慣 提供客製化的鍍膜方案 平均客單價是在兩到三萬之間 在裝潢完成後跟入住前的這段空檔 是最適合施作鍍膜的時機 讓房子一直維持在最新最好的樣子 大家如果有居家鍍膜的需求推薦找SaraLive 我會把所有相關的連結放在影片的更多資訊 那我們現在回到杜拜現場 我們這邊的天井一個比一個誇張 這邊叫做MOE 應該就是大聯酋購物中心 是在杜拜裡面很知名的一個購物中心 那在這裡我們查到有三、四家飲料店 那包含老虎堂、烏斯蘭都在這邊 這裡又有一個更大的天井 這個已經不叫天井了 這個叫透光天花板 資本主義的最高殿堂 這邊真的太大了 這邊好可怕 這邊像是放大大概20倍的101 就每一個轉角都長一模一樣 你沒有服務台可以問 然後Google賣上面的店家的片是亂放的 不是真的在那個片上面 好我現在要跟Hook分開來兩個人找 他要去拍他的東西了 因為這邊史萊斯太巨大 我沒有辦法一起行動 我一定要來找到我的珍珠奶茶店 終於被我找到一個了 我在這裡面要瞎晃了十幾分鐘 我晃到一家了 Koi The Koi 這個就是國外版本的50欄 I have a special request Do you remember what the last customer order? I'll have exactly what the last guy had ok ok 好我買到了 Thank you 這熊熊好可愛喔 他戴這個帽子 他是穿著白袍的熊熊 所以他是一個橘色調 他這邊居然也有賣奶蓋 然後奶蓋是用這個把它割開來之後 就口碑 好我的上一個顧客他點的是 黃金珍珠奶茶 全糖 然後還掃冰 我們來喝喝看 他這個是中杯 23塊 所以差不多要180-199台幣 好美味喔 我來喝喝看這邊人的口味 很甜 很甜 這甜到後面會有一股膩的感覺了 珍珠非常的有嚼勁 珍珠是我喜歡的珍珠 看全糖真的好甜 全糖太甜了 然後加上他的冰塊又沒有放很多 所以整個甜的味道是更壯的 他這個Koi的品牌好像是50欄 他拓展到國外之後有做rebranding 所以像新加坡也是叫Koi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就喝起來有50欄的味道 但就是杜拜的物價 好順道我邊走邊喝 我覺得這杯跟50欄的相似程度 有十分好喝程度 因為他不是一個我喜歡的調味 他全糖 所以我給他一個中規中矩的七分 但是我很喜歡他的珍珠 他這個黃金珍珠煮得很嫩 但是裡面又是有嚼勁的 找到了一個救星 這應該可以讓我找到 然後 老虎湯 哇超遠 超多人在排隊 用這個 這也實在太大了 但他是在橫跨另外一邊 所以的確 他在Google map上面的地點是不對的 所以剛剛我才一直在繞圈圈 找不到他 各位 我找到了 經歷了剛剛這樣子 一直線過來 這邊終於長得像是一個food court了 沒有錯 然後這邊這一區都是美食廣場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到 叮叮 Tiger Sugar 看看上一個顧客點的是什麼 你們記得最後的顧客點嗎 這也是你的售賣嗎 這一個的話 19塊錢 CP值比較高喔 便宜滿多的耶 所以這一杯台幣158塊 然後老虎湯 Thank you 他在給我的時候 特別跟我交代 要咬15下 大珍珠跟小珍珠混合 這次跟紐約的比起來 我覺得 跟台灣的口味更接近耶 就是黑糖後面的那個苦味 沒有到那麼重 因為我記得在紐約的時候 那苦味很前面 有點苦味的黑糖 但他苦味有點太澀了 味道跟我在台灣印象的不太一樣 但這個他入口還是 先有甜味之後 後面才有苦味出來 所以 跟我在台灣喝到的 是蠻相似的 他這個的糖跟冰塊 都沒有辦法調整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還是偏甜一點 但是沒有剛剛上一杯那麼膩 他才算有非常的苦去中和他 所以味道比較有層次 我蠻喜歡的 我覺得很厲害耶 這個連鎖店 發海 開到杜拜 還品質可以控管的這麼一致 但我不是很喜歡他大小珍珠混在一起 好的 在杜拜的老虎湯 跟台灣的相似程度 我覺得他還是有一點太甜了 因為他這個都不能調整 所以以台灣的標準來說 可能還是偏甜 所以我覺得相似程度是9分 還是很像 因為他那個黑糖的味道 我覺得是蠻類似的 然後整體的好多程度 我會給到8.5分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台灣 就是標準口味的老虎湯 但這杯的CP值真的蠻高的 你看喔 這一杯比剛剛便宜了4塊 然後加上裡面有大小珍珠 加上它是用牛奶去做的 它不是奶精或者是奶粉 然後我剛剛看了一下 在故事上面的評分 也是這一整區飲料店裡面最高的 所以恭喜老虎湯 我終於撞見hook 他也掛完他的東西了 他剛剛喝了一口 我覺得如何 好像灌水 是不是太甜 我覺得他口味是有比台灣甜 我剛剛找到了武士蘭 然後老虎湯 我跟你講武士蘭超神奇 它那個奶粉的味道一模一樣 就是我一喝就覺得是武士蘭奶茶 超香 所以我給它相似度是10分 我兩杯好像喝到的都是很基本標準 大家都沒有點什麼奇怪的飲料 因為我原本是想說找台灣連鎖 但這個應該不是台灣連鎖 試試看啦 它跟你很甜 而且它跟冰淇淋一起賣 要全糖嗎 我現在目前 我的上一位客人 全部都是點全糖 這邊的人可能吃比較甜 它是一家複合店 有賣冰淇淋 這個很台灣耶 I'll get that one Exactly the same sugar and ice 終於有半糖的東西了 他有特別說 剛剛是女生點的 所以可能女生喝比較不甜 我們來喝喝看 Thank you 好 才到了 又是一杯最基礎的珍珠奶茶 我們來喝喝看 其實鋪法是 喔好澀喔 明顯的比剛剛那兩杯不甜了 看著珍珠吃起來很 有韌性 有韌性 有點咬不斷 對對對有點咬不斷 就是感覺沒有到完全煮透 因為他們店員一直在看我 看我怎麼貧困 我不敢做什麼其他的表情 所以邊走邊講 我覺得他珍珠沒有很好吃 你買了珍珠奶茶 帶你放到冰漿裡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已經半糖了喔 我沒有辦法想像 他如果是全糖會多甜 我覺得這一杯如果全糖的話 會比50蘭那一杯還要甜 這杯我應該沒有辦法喝完 他24塊錢 一杯就 24 對 台幣19 我覺得這整景的美味程度 可能 5.5分 沒有到很及格 好這邊有個差距 因為我們來給他們吃飯 那發現他的菜在上面 也有珍珠奶茶 所以我們來喝喝看 在杜拜的頂台風珍珠奶茶 味道如何 他是一個非常classic的 就是這種黑珍珠 然後深色的奶茶 喝喝看 它這個是深焙茶喔 有點像鐵觀音 它的苦味比較重一點 這個是用真的牛奶做的 然後 珍珠我覺得偏軟 口味上來說 層次是很好喝的 比這個 奶精泡出來的奶茶 可能好喝很多 就是鮮奶茶嘛 但珍珠的部分 我覺得是可以加強的 但珍珠大小有點真摯不行 太軟的珍珠 它中間那個核是沒有嚼勁的 所以以珍珠來說的話 我覺得現在 目前最好喝的珍珠 是50蘭第一杯的珍珠 這杯的糖度 我覺得沒有到太甜 而且它是正常糖喔 這是一個 100%糖的狀況 這個比我上一杯半分糖 都還要不甜 所以我覺得很OK 太甜了 我還是覺得太甜 我覺得甜的標準實在是 你只能接受無糖 對 我覺得這杯 蠻好喝的 老實說沒有喝過頂台風的珍珠奶茶 欸頂台風在台灣有珍珠奶茶嗎 好喝程度的話 我覺得我會給它 8分 我會給它8分 我會給它8分 我蠻喜歡這種聖奶茶 國外喝到鐵觀音奶茶 會很感動 因為國外的奶茶 通常就只有奶茶 對 或泰式奶茶 或是那種奶精茶 對對對 但這個有鐵觀音烏龍 對 你就會覺得這個是有懂茶的人 對 我買了一個珍珠奶茶的冰淇淋 然後它的味道跟我的這杯一模一樣 熱融化 就可以把它倒進去 遇到粉絲 對 台灣人吧 對 台灣人 你們用的是跟台灣一樣嗎 因為我覺得喝起來奶茶跟台灣的武士蘭一模一樣 是啊 所以它的原料什麼的也都是一樣的 哦 難怪很怪 拜拜 拜拜 我昨天在喝這家的時候 就說喝起來真的跟武士蘭一樣 對 它剛剛說它的原料都是從台灣進口的 而且還有台灣人在後面正常 對 難怪它有品館 我跟Hook在另外一個購物中心買酒 然後又逛到一個老虎堂 我覺得老虎堂是在杜拜最知名的台灣飲料店了 所以我想說我們就再買一個 然後看看上一個顧客有沒有點不同的口味 烏龍茶 without sugar just tea without sugar just tea without sugar 然後我們這邊點到的是羊汁甘露 然後我多點了一杯茶 因為Hook今天晚上要剪片 所以讓Hook喝茶今天 Thank you 拜拜 好 飲料到時候 回飯店喝 然後做一下飲料這次體驗的結尾 好 我們回到遊速了 來喝這次在杜拜的最後一杯飲料 這個23塊 它的料跟台灣會放的完全不一樣 它裡面是那種脆的Jelly 然後還有小珍珠 台灣楊汁甘露是放那個 芒果 沒有芒果 我們在杜拜沒有看過芒果 楊汁甘露會放芒果 或者是芒果口味的那種果凍 它偏酸 相似的地方是用奶霜 酸味跟奶味的這個結合 但跟我在台灣喝到的味道有一點不一樣 在你試喝的時候來說一下我的烏龍茶 大概就是烏龍茶 大概就是烏龍茶 那這樣就是幾個啦 但是我有點微心劑 感覺它咖啡因比較重 但是真的要說話 因為我有喝50安的無糖茶 我覺得50安的無糖茶比較好喝 比較有茶味 有茶味 它有點淡 然後有點色 一點點色一點點色 正常冰 它奶霜的比例應該是比較高 因為奶霜的味道很重 然後本身基底那個果茶是比較酸的 味道不好喝 就是另外一個味道 另外一種組合 喔吃出來了 是白葡萄 好怪喔 它裡面有白葡萄的果肉 它的味道比較接近葡萄 還是好喝的 我覺得跟台灣的楊汁甘露相似度 可能只有6 元素是一樣 概念是一樣的 但味道就是沒有到那麼準 那好喝程度的話 整體這個分數我覺得 可以給到7.5 你需要用心吧 不喜歡這樣看起來很像吐頭 好的 好的 最後的結尾帶大家到陽台 因為我們的夜景真的是 非常的厲害 那這次在杜拜找了這麼多家珍珠奶茶店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 應該還是老虎糖的 經典款黑糖珍珠鮮奶 珍珠的話我最喜歡50蘭的珍珠 但相似程度最像台灣的飲料店 還是50蘭 我那時候喝的時候就覺得說 這個真的就是 一喝瞬間回到了台灣的街頭這樣子 頂泰豐的珍珠奶茶 因為它價格就高很多 所以它的味道比較好 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CP值來說還是會回到那個用鮮奶 但是價格跟大家差不多的老虎糖 滿讚的 好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在杜拜的珍珠奶茶開箱 非常開心 台灣的這個各大品牌 可以在這麼遠的遙遠的國度 然後還可以把珍珠奶茶呢 帶給全世界更多的一個 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朋友 我這次在杜拜是尋找珍珠奶茶嘛 Hook他也有在杜拜尋找佛宗飲料 然後是跟歷史有關的 所以大家可以到我頻道看看 欸你沒有要跟他講是在早酒 喔早酒 他在杜拜嘗試買酒 因為宗教這邊比較嚴格的關係 所以 你好不會講故事 中間遇到了很多困難 對然後相關的歷史知識 都可以到我頻道看 我這次在杜拜拍了很多歷史特輯 嗯 好那這影片到這邊就結束囉 如果喜歡的話 點個讚 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